今天剛剛好又傳出來 就是之前賴德柯文哲賴德的創辦人 後來之前跟柯文哲開幕的時候 都不論甚至被盜了 這是因為他後來發現 很多柯文哲的那個柯文的粉磚 很多網軍設立在攻擊的 你怎麼看這個網軍內斗中 網軍之父柯文哲竟然 被他自己的網軍綁架 他竟然被他的網軍縮動了 就來對他自己的幕僚團隊發火 我覺得這是很莫名其妙 柯文哲你是網軍之父 開始有網軍懂得怎麼煥羊網軍 來美化自己 擦煙脂抹粉 來攻擊監督你的議員媒體 這就是你柯文哲在做的事 你在運用網軍去霸凌別人 所以我稱呼柯文哲為網軍之父 其實一點都不為過 沒有說過度 幫你轉變廢 我要說要保護袁 那我看過網軍之父 我看過網軍 被網軍廢 問你為網軍長 那我之前有人說 你昨天把網軍的術 都發現網軍的術 狗咬尾巴 不是尾巴咬狗 沒有錯啊 柯文哲 你現在的作為正是讓尾巴咬狗 不是嗎 尾巴咬狗應驗在柯文哲身上 所以這一點真的是現世爆 柯文哲竟然被他自己煥養的網軍 尾巴來咬狗了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 只會讓柯文哲跟他自己的團隊 月形分化 所以我只能說我在旁邊看 這個只剩唏嘘 只剩唏嘘 那種好像互相會競爭 就是要表現給柯文哲看 還被這個 他團隊被排除的Grace形容說 是要給皇上來看 你怎麼看 天啊 這個時代到今天 柯文哲聲量跌到這麼低 他還自稱他是皇帝 我真是覺得柯文哲不知精細何細 以前他聲量高的時候 支持度高的時候 柯文哲開開玩笑 要他們的團隊尊稱他為皇上 那說說玩笑玩笑也就算了 結果現在這個時候 他的側翼網軍們 跟他的幕僚團隊們 跟他的幕僚團隊們 還私下在較量 還戲稱說要表現 要作為給皇上來看 來爭寵 天啊 我真的 我對柯文哲完全無法理解 而且我更無法理解那些網軍 他們的心態是什麼啦 他們來自比為 柯文哲的後宮佳麗就對了 隨時等著柯文哲去 議員想要問你怎麼靠不知家 被開始黨籍 然後環國說憲民的事件 然後他也退黨 那怎麼來看這一連條的事情 黃國書已經宣布退黨 也退出政治了 所以我不再評論他 但是吳子佳這是兩回事 黃國書過去身為憲民 其實憲民啊 在任何時代都不應該被接受 不應該存在 那是威權獨裁體制下 遺留的那種禍害殘戶 所以我們任何人任何政黨 都應該譴責憲民 那是極不符合人性 極度違反人性的作為 就是憲民 但是被害人有原諒的權利嘛 當時被憲民所害的這些當事人 那麼他們現在獲知這些訊息之後 那就因著每個案子 他們要不要原諒當初這些憲民 或者他們認為應該怎麼處置 那這個就是被害人來決定 被害人才有原諒的權利 那吳子佳這全然不同 吳子佳他是 吳子佳並不是憲民 他是對於時政 他發表一些評論他的看法 那這個部分 我相信我們民進黨的高層 其實是非常有智慧的 民進黨也好 我們整個政府團隊也好 其實都包容各種不同的批評聲音 建議的聲音 民主是多元的 尤其我們民進黨是由下而上的政黨 民進黨一向鼓勵百花齊放 讓百家爭鳴 這是民主社會應該有的 基本的態度跟作為 所以我們民進黨的高層 歡迎這個批評建言 至於吳子佳之所以會被開除 因為當初的提案 是在上一屆的評議會的時候 那現在已經換屆了 已經改組 是不是應該要符合程序 重新再提案討論 這個當然吳子佳先生 會針對他的權益 他去提出 這個我就無庸置墮 但是吳子佳跟黃國書 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情 過去的作為 過去是憲民的 但是因為他已經悔改 他退出政壇了 我們就不變評論 但是吳子佳並不是憲民 他有他發表 對實政批評的權利 那這個批評是好是不好 是對或錯 其實是社會來公爵 不會不會 我們民進黨絕對不可能 因為 會不會 你怎樣批評 你怎樣建言 就要開除 你不會 我們民進黨 會也應該要處置的是說 過去威權獨裁時代 那參與 當幫兇的 比方說當憲民 這絕對不行 這是違反人性 而且是違背 民主進步的 所以這憲民的行為舉止 這本來就應該被譴責 而且在現在 甚至未來自由民主的時代 完全不可能有憲民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們民進黨 當然會譴責憲民 但是我們民進黨會開放心胸 針對批評民進黨政策作為 或者這個提出建言的 那民進黨都會接受 並不會說 因為誰批評 而且我們民進黨也沒那麼脆弱 他說誰批評兩句 就要垮了 就這個失去政權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你們看到最近那個網紅小玉 他就是又透過AI的技術 然後把一些名人或是網紅 就是變臉 然後包括高大瑜也是受害者 你怎麼看這樣的事情 有沒有安慰過他 我覺得我強烈譴責這種 已經過度在濫用 誤用網路的方便性 而來去這個欺世盜民 或者去這個詆毀別人的 這樣子的作文 真的很可惡 所以我個人不用網路 我就盡興網路 不如不要網路 所以我還是堅持我的一些看法 沒有錯啊 柯文哲齁 除了獨斷獨行以外 他還有一個很商量的地方 柯文哲偏聽 也就是說 他聽喜歡的事情 聽喜歡的意見 哇他就言聽計從 所以你看 現在會重新得寵的這些網軍 現在就在他的徽下 就已經大肆的興起 然後可以來壓制柯文哲 原來體制內 他所建制的幕僚團隊 這是很奇怪嘛 就是說你極度的偏聽 那這次做一個領導人 最大的錯誤 引導者應該是 最博覽各方的意見 廣納建言才對 所以柯文哲之所以失敗 我覺得最大的原因 除了他個人的過度自信 變成傲慢以外 另外一點就是他偏聽 他喜歡聽 他想聽的話 而且言聽計從 那這樣子繼續下去 那柯文哲就是等著聲量繼續下滑 到消失嘛 因為你怎麼看說傳出年柯文哲就是要訪美 那他應該選在說他卸任之前訪美 是想要用市場的這個境 對很清楚啊 柯文哲要去訪美就是他的畢業旅行 我想柯文哲第一點 他就是希望能夠這個畫滿他完整的旅遊地圖嘛 你看他這七年多來的任內 他幾乎每個會期他都有出國 這一次要不是說因為疫情 所以他打出了這個計畫 否則他每個會期 那他都出國藉由各種 不管是說姐妹是互訪啊 或者什麼雙城論壇 他藉由這樣的機會 他到處去假考察針旅遊 那這一次當然他去美國另外有一個目的啦 因為這歷來我們要參選總統的每一位 都有事先必備必修的課程 就是到美國去參訪 那這一點當然啦 我沒有任何的權力可以去阻止 他訪美行程 但是我認為要觀察他訪美行程 就是說第一點 接待他的美國官方的成績到什麼樣的程度 那第二點就是說 你好歹你總要帶點這個市政考察 你到美國訪問 那有什麼美國的點章制度 值得我們台北市政來借鑒來提升的 你總要帶點這方面的這個正面的東西回來吧 即便我知道柯市長去訪美 那一定是假借這些市政的名義 但是你好歹你總不能赤裸裸的就這樣子吧 議員想要問你行政院長蘇貞他不滿意度高達32.4% 居官內閣 那你怎麼來看他的這個不滿意度又提升了 那如果他卸任以後是由誰來接任 是由鄭文燦嗎 那我不敢再預測任何這個行政院長的人選 以前我曾經有建言過 那但是我覺得能夠任命最高行政首長行政院長 這個人事權根據我們的體制那就是總統 所以唯有總統有資格有權利 他可以在什麼適當的時機做一個重新的任命 但是這個我們都尊重總統的權利 這個我不是我這樣子身為議員 地方議員可以去製作的 那民調有高有低啦 嗯 就是蘇貞昌昨天到楊麗的侯頓國中去市場 然後他又在挑說應該要重選樹種啊 這個什麼欠缺考量造型隔離設備 那他現在最近他就是又跟一些利民互嗆 然後挑一些小事情來罵 那會不會覺得他應該要對一些大方向政策意義啊 或者是委員會有更多的這個主力 就是去調比較學校的樹種 這個在我歷來對蘇院長的批評建言當中 我都說過了 那現在只是應驗了一些我過去的觀察 還有我先前做的一些建議嘛 那這些都一一的應驗啦